當我最初知道自己有結核病的時候 我覺得很醜 我老實告訴你 你要小心這種結核病 要不然這種病會死人的 就是這麼簡單的 你知道,我很怕告訴別人 我只是不管他 我想這種病會自己很慌 媽,你好,阿玲,你在幹什麼? 我來陪你看醫生 不要去了,我今天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連西裝還沒改好,客人等著 我的頭髮還沒改短 不如明天再去,今天晚上 你知道你要看醫生 最重要是你快點康復 你別想太多事了 我待會自己才幫你 你不明白,我又忙,又要照顧你們 那些老闆好像知道有點不妥 還有那些客人,那些工友 又經常在這裡說閒話 我知道你怎麼想,媽媽 但是身體健康很重要 你已經聽醫生說過 結核病是很嚴重的病 還有別忘了,你經常都說給我們聽 健康就是財富 阿莉是不是約了時間 今天看醫生 你可以找個位置坐 請下一位,你是不是約了時間 是 你可以找個位置坐 好,謝謝 劉醫生 嗨,潮太太,你好 幾好… 你好 是 潮太太,我有好消息給你 你的肺和你的光已經好很多了 阿玲告訴你你不喜歡來這裡 以及不喜歡吃點東西 不用 媽媽派人來知道她有結核病 跟她疏遠 潮太太,你放心吧 你的病是我跟你知道的 不會有別人知道的 但是不會有人查得到 我是衛生局的外勤人員 我是專門幫助華人社區 有結核病病的人 我知道沒有人想驗到結核病 特別有家庭和做光的人 他們怕那些藥費貴 其實那些藥費很便宜 有時候還會免費 看醫生雖然有點害怕 就算有人說你聽你感染了結核菌 都不明白是甚麼一回事 很多中國人聽過結核病 但是不了解是甚麼 我要告訴他們 結核病是一種很嚴重的病 這種病需要用肉物來治療 結核病不會自己康復 如果一直不治,還會死人 有好消息 結核病現在可以預防 以及治療得好 無論如何 有結核病的病人要吃藥 最少六個月的藥 你一定要吃藥才可以治好這個病 當病人來到診所的時候 他們通常很害怕和有很多問題 我們的工作就是要解答他們所有的問題 讓他們不要那麼擔心 我們還解釋給他們知道 感染到結核菌和有結核病的分別 你好 Tina 你好 我叫做阿佳,是衛生局來的 麻煩你給我看看 你的皮膚是否有反應 有陽性的反應 即是說Tina已經感染了結核菌 如果你經常跟有活動性結核病的人在一起 有可能在他們咳嗽的時候 從空氣中將細菌傳染了給你 這樣會不會可能我工作那裡得到這些結核菌 或者做工的時候跟人緊密接觸而傳染到呢 Tina很有可能在她做工的地方 跟有活動性結核病的病人有緊密接觸 我們要做其他的檢查 Tina要去照廢 以及做其他的檢驗 這樣才知道她是否有結核病 當我收到衛生局封信的時候 我很擔心和我不相信我驗上了結核菌 他們說我要去做結核病的皮膚試驗 難道我做工那裡有人有結核病 我根本就不知道有這種結核病的存在 究竟感染到結核菌是甚麼意思 感染的意思是說你身體裡有結核菌 但這些菌是不活躍的 當結核菌侵入到你的身體的時候 你體內的防疫機能就開始對抗這些菌 它們好像捉了圍牆一樣圍著這個細菌 又好像一個傷口結了個巴 這些菌只會生存在這個圍牆裡面 但這些菌是不活躍的 當它們不活躍的時候 它們不會傷害你身體 也不會令你生病 這就是叫做感染到結核菌 我會不會傳染給人家的 不會的,你不會傳染的 除非你有活動性的肺結核病 你才會散播那些菌結核菌 嗨, Ms. Lopez 你好嗎 我想多好 有很多人感染到結核菌 但不會發展成為結核病 但有些人就很容易發展成為結核病 這些人應該吃藥 去防止結核病的蔓延 這些叫做預防性治療 你現在都沒有結核病 你怎樣對待感染了結核菌的人 像你們這樣 我們通常建議他們採用預防性治療 那些是甚麼藥 這些藥叫做二煙井或雷米蜂 二煙井又叫做雷米蜂 是用來防止結核病的發生 我們建議天南每天都吃這種藥 最少六個月 最少都可以吃六個月藥 才肯定好快沒事 我們建議皮膚試驗有陽性反應 以及有以下其中一種情況的人 都應該接受預防性治療 同有活動性結核病病人 有緊密接觸 感染到愛滋病病毒 或者其他令抵抗力減弱的疾病 注射毒品 最近兩年內感染了結核菌 嬰兒和小孩子 老實說 今天我真的不太好 我意思是 我好日都不病 我現在都不覺得自己有病 不過這裡的醫生 和其他人對我真的很好 甚麼是結核病 結核病是一種很嚴重的病 如果你身體弱的時候 而感染到結核菌 你就會有結核病 又或者你已經有了 不活躍的結核菌 潛伏在你的身體內 在你身體弱的時候 這些不活躍的結核菌 就會越來越起來 好像年紀老 有病 用毒品 過度喝酒 和感染了愛滋病病毒的時候 這種細菌就毀壞了圍牆 走出來 同時它自己還會得繁殖 那你就生病了 如果你不注意 如醫的說話 就會死人 我怎樣才可以 不傳染藉核菌給別人 最好的防止散播方法 就是定時吃藥 在你有傳染性的時候 你不要上班 在你每次咳或打嗑痴的時候 請記得用紙巾 染住你的嘴 如果你定時吃藥 幾個星期之後 你就不會傳染給別人了 你的生活就恢復正常了 柳醫生 我有很多事要做 真的連病都沒有時間病 你說我怎樣做 才可以治好這個病 你要繼續吃藥 好像其他病人有幾核病 你要至少幾個月內吃 四種不同的藥 但我已經吃了這麼久了 整五個月了 為甚麼還要繼續吃藥 極核病菌是很厲害的 我們要保證你 我們的藥會殺死你的菌 所以治療這麼久了 但我差不多已經康復了 現在差不多覺得很好 為甚麼還要繼續吃藥 如果你停了那些藥 那些微菌就會繼續繁殖 那你就會再生病了 你的肺結核菌會降溶藥物 那依你還比較困難 我希望你明白 但我真的太擔心吃太多藥 我想任何人吃太多藥 都不會太好 趙太太 你記不記得我第一次看你 我告訴你那些肺結核藥 大多數都是很安全的 但對於目前為止 你的身體對藥的反應 到現在都挺好 但有時候有副作用 但最主要你記住 有哪種副作用 反圍 作藕 皮膚串黃色 小便黑色色力轉了發燒 如果有這些問題 你要立刻通知我們 我們就會有方法治療 但對於目前為止 你的身體對藥的反應 到現在都挺好 對,我知道我有結核病的時候 最初我就吃藥 之後我就好一點 然後就沒有繼續吃藥 當我開始覺得不舒服的時候 我不敢告訴別人 我只不理她 我想會自己康復 我們終於找到Cecelia 她的情況很壞 她還傳染給子女 真是幸運 我們及時找到她們 現在她們全家接受預防性治療 而且會沒事的 但她現在比較麻煩 因為她要比以前吃更多的藥 不過她做得很好 每天都在吃藥 我知道我做錯了 這些就是代價 你知道吧 她們是我的兒女來的 我住了四個月醫院 我已經差不多死了 我幾乎都放棄 都是我自己造成的 我要告訴其他人 千萬不要像我一樣 要照顧自己和吃藥 你可不可以發訊息給我 好, 麻煩你 好, 再見 William 你好… 挺好嗎? 怎麼樣? 這樣吧, 還是… 有沒有見醫生? 見過了 她怎麼說? 我也是這樣 說來說去生腹皮 她說我也好了一點 不過我真的很辛苦 經常要看醫生, 又要吃藥 真的很難捱 而且有時候藥餘很難吞 姊太, 你做得很好 好, 你每星期照醫生的吩咐 來這裡吃藥 我知道是不容易做到的 但是我們很開心 你參加我們的 直接觀察治療計劃 在這間診所 每個健康工作人員都接受過訓練 我們在這裡幫助你治療過程 同時有保證藥物對你效用 有你們在這裡提醒我 我就不會擔心忘記吃藥 我們的治療計劃配合你日常的生活 如果你需要的話 我們可以去你家 你做工的地方 或者任何你覺得合適的地方 你記得需要關於你的事都是保密的 我們繼續把你的直接觀察治療計劃 配合你日常的生活 直到你康復為止 我知道幫忙很大忙, 我很感激 當我最初知道自己有結合病的時候 我覺得很醜 但是我現在知道這個病可以有藥意 我正在接受直接觀察治療計劃 我覺得已經好很多了 我知道這個病是很難治癒 但是我決心一定要成功 如果我再不生病 我就不用整天掛念我的兒子了 如果你繼續參加我們的計劃和吃藥 你就可以完成這個病了 我們來幫你 我正在接受預防性治療 我知道我會痊癒好事 繼續吃藥, 別停 這樣做是為了你的兒女 我快去吃藥, 你別停 我快去吃藥 我快去吃藥 你不能夠吃藥 我快去吃藥 我快去吃藥 你不能夠吃藥 我明白 感谢观看